三个场景来告诉你 这辆MG5的天蝎座到底好不好开 那第一个场景呢 就是这种一般的城市路段 由于行人以及红绿灯都比较多 所以我们需要一直的走走停停 那这时候就非常考验一部车的 刹车油门以及调校了 那这辆MG5呢 它的力举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 恰到好处刚刚好的 不中也不清 而且三个地方给我感觉都是一样的 并不像某些车型一样 方向盘跟油门调得特别特别的轻 然后呢刹车又特别的重 特别的硬 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高速路段上 现在时速基本上都是100往上了 那对于这种高速路段呢 我自己呢是不要看重两点的 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隔音表现 虽然说我们过去的一个观念呢 就是对于十几万的车隔音方面是没有什么期待的 但实际上到现在这个非常力卷的一个 十万级的一个轿车市场啊 对隔音方面其实已经有很高的要求了 包括很多盒子车以及国产车 他们已经在隔音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了 那对于这一款MG5的话 现在它给我的一个最大印象 它不管是100往上的一个时速呢 还是七八十的一个时速 它整体的隔音表现都是很平稳的 不会说像某些车一样 时速上来之后 它的一个发动机噪音就马上随之而来了 就是它的转速拉得很高 动力储备不够吧 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行驶稳定性呢 由于这款MG5的天鞋座呢 它是天向于运动的调教 所以它悬架也会比一般的家用车稍微硬一点点啊 所以在高速上的行驶 在路面好的情况下呢 也是很稳定的一个行驶了 那一辆车在满足了你上下班待步 以及远途出行的需求之后呢 你还想要一点驾驶乐趣 那山路呢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 但是呢 我个人也是极力的反对大家去山路飙车的 毕竟山路也是公共道路嘛 毕竟安全第一嘛 对吧 那具体乐趣怎么来呢 首先我也觉得 跑山路这个动力的需求也并不是很高啊 并不需要很强的动力 跑山路才有乐趣 而我自己感受到的乐趣呢 就是在山路来兜兜风 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听一听这个排气的声浪 在这个驾驶的过程中参与进去 我觉得就很开心很舒服了 那当然这一款MG5的天蝎座呢 它的一个排气 原厂的排气声量也确实已经可以满足我这个需求了 经过一小段这个山路的试驾体验啊 还是能感受到这款车型很多方面都是像运动型车倾斜的 比如说它的运动模式也是会在很多情况下都给你保持一个较高的转速 然后使得你的油门的响应会更加迅速一点 再来就是它的底盘的一个支撑性 也是要比很多的家用车要好一点的 哪怕说它的坐姿并不是说特别矮啊 但是呢它的底盘支撑性以及这个座椅的一个包覆性也是很不错的 最后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辆MG5的天蝎座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细节部分 首先就是它的一个类似的用料的层次感是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 它就已经用上了不同的材质 首先是这个哑光黑 然后又是皮质 然后再到钢琴黑 再到这个磨砂黑 还有这个启动按键也是银色的一个金属的质感 所以我觉得整体还是非常高级的 虽然说算不上什么豪华车的级别 但是也是超乎了我们对这个价位的一个期待了 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的方向盘这个造型设计 第一眼看上去有没有这个AMG的味道 当然我也是开过了很多款这个AMG的车型 它那一款方向盘的设计确实是我觉得现在市面上 所有方向盘里面看起来最有机械质感 而且看起来最有驾驶欲望的 但相比之下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它也是学习了很多不错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按钮 放在AMG上面它有一个旋钮在这个位置 然后可以旋转然后切换它的一个驾驶模式 中间有个小屏幕可以显示这个模式的切换 还是挺炫酷的 但是它这款方向盘的一个按钮会相对于简单一点的功能性 就是只有一个切换运动模式的功能 Super Sport按下去之后 整个界面给你的一个感觉还是很有这个视觉的冲击力的 还有一点我想补充的就是它整套一个驾驶辅助性能 我也觉得是很容易上手很好用的 首先你可以在这里驾驶辅助里面设置你的一些标准的 或者是一些默认的设置 然后设置完之后在你驾驶过程中的直接按一键 你就可以启动整一套的一个驾驶辅助功能了 所以真的是很方便很容易上手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加风向 那么对于它的外观部分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张前脸的设计啊 因为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也是联想到了那个AMG GT 非常凶的那一个中网啊 而对于它的整个车的表现以及性价比或者价格方面了 我觉得也是没得挑了吧 因为十万块钱真的是很便宜了 而且你看一下它的车漆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烧 好吧 嗯 demonstrate 设计 Studies kost 你 哦 定